很厚实,这个是它的香门,结香的地方,结香的一个起因,一个成因,它呢,结油十分的好,如石头水也是,这个呢,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镜下,看一看它的油脂,看一下它的油脂,加油,加油,它这种,看一下它的刀痕,完全是铲刀的刀痕,这个资深的乡友们也都知道, 这种铲刀的刀痕的话,都是老乡才会有,因为沟香的技术,沟香的技术不一样,大家可以看到上面,就是泛出的油脂,这是它导管里面溢出来的,这个我们都知道啊,这个导管里溢出来的油脂,我们在四点讲堂讲过,油脂渗透到导管里面,就说明它完成了它整个的一个结线过程,对吧, 就它已经结熟了,像我们说,像人一样,从刚刚开始的,生下来的这个婴儿,幼儿,然后青年,上年,青年,成年,老年,它已经完成了它整个的生命进程, 所以呢,导管里面如果是都是油脂的话,就说明这个香结熟了,而且油脂特别的好,一般导管里有油脂的,这个香就能够沉水,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这个结构 11克多少 这个确实挺重的,确实挺重的,你帮我看看是多重 11.2克,11.49克,推点4 11.49克,大家看一下啊,身形,看一下它的这个质感 漂亮 雕刻,切小珠子都可以的,这个厚度啊,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它是个底下有箱门,看着好像没有,没有,不是太实,上头的,你看 12.15处,这个位置其实都是实的,你看它是这样 能插到这儿,这个上面是实的,这个上面这个头如果我们切下来是完全实的,可以做珠子,做雕刻 不,我们真正在品的时候可以先把底下品掉用掉啊,泡酒啊,煮水啊,品箱啊,上面留一块好的作为一个收藏器 啊,对,我一直忘了感谢大家,切珠子好奢侈,是啊,CYX啊,感谢,感谢包总,感谢2627一直出价的朋友们 感谢对刚才一直出价的,我就Time啊,Dufi,感谢你们啊 其实大家看一下它的质感啊,真的是光彩明盈,密度很大,导管里的油纸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恭喜2627,恭喜2627 这个价格很合适啊,很低,因为您除一下就知道了,我数学不是很好 2000多一克,包头的绿漆南沉水啊,十分的值 因为它大呀,它大,它不是那种半克呀,不是那种很,就是很小的 好,看这一件,这个气形啊,也很美,我们先360度先欣赏一下啊 你看,这个的质地,这个的质地,虽然是入国土,但是全是油纸,已经是透,就是上面全是油纸了的,没有任何的土 而且它这个结的形状呢,很有意思,因为是个独立的香结 那么它有横着的,有扭着的,你看这也是个独立的香结,这是它的香门 我们知道一块成香,或一块秦南,必须是,如果它不是树心结香,它一定是要有它的香门的,也就是说它的成音,它是怎么结香的呀,它的缘起,都是有香门 那这是个独立的香结,形状也比较完整,而且它的不同的牛丝呢 现在两千多人,感谢喜恶,感谢杜菲,这都是我们的粉丝,老粉丝 感谢小龙哥 老香油,大家看一下它的质感啊,看一下它的油纸,这个是,帮我看一下它的题目,这个是这个 广东城土城,康杰,树心土点,香结绿琴南 我还在说话呢 绿琴南,八克多腰,八克多,九分城,你看它的油纸,全是油纸 它是,其实它入过土,都不是浅土层哦,都是深土层的这种 薄香里边深土层的不多的,啊,不多的 全身金灿灿的油纸,很漂亮,很漂亮,而且它常温的香气也很浓郁 啊,干干净净,全是肉肉,全是肉肉,没有任何的浮土啊,没有任何的浮土 你看它的油纸,像,真是若糖者呀,像那种焦糖的颜色啊 这些呢,确实都是一些,不管是品香也好,入藏也好 真正的我们生活,使用也好,都是回馈我们老乡友的 啊,可能新的乡友们可能会对一些猪瓷挂剑比较感兴趣 但是这样的料,慢慢的你就会知道有多难得,啊,独子 全是油纸,全是油,金灿灿的油 嗯,超过我了 感谢高诚,啊,不,九分城吧,你看介绍,啊,九分城我记得 九分城我也要 无双格的香我都要 感谢汤,感谢都费,感谢高诚,大家自己合一下课重啊,老乡友们自己算啊,因为我一直都说,自己算一下,出到自己的一个心理价位,对,但是这个东西是真心的好啊,绿其难,全是小肌肉,很紧实,很紧实 你看,他不同的方向,结箱的方向,他的油纸啊,不一样,啊,真的是,真的是 嗯,谢谢9678 嗯,谢谢9678 我一直都觉得他是这样,我一直都觉得他是这样,真的是这个香在自然界中的形成,就是百身祥义之寒玉,就是你看他像什么样,他就是什么样,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一个形状,啊,所以现在这个价格其实也很低哦,啊,一万五,嗯,感谢9678,啊,谢谢,谢谢我,两千一克是吧,两千一克这么大块的,一千多,嗯,挺好,都是漏,我觉得有时候,我们的香 香友们通过漏进来,嗯,也特别好,恭喜9678,恭喜你